上集说到 这王春生听说刘玉奎没有老婆 顿时想到了表妹李燕丽 王春生认为 自己砸了这么多钱进来 而刘玉奎却没有把项目给他 那一定是因为自己做的还不够啊 于是他便想把李燕丽介绍给刘玉奎认识 那这样一来 刘玉奎总不会不好意思不对线承诺了吧 话是这么说 但是王春生他想不到啊 刘玉奎那是魔高一丈 6月20日 王春生以让刘玉奎帮李燕丽找工作为名 带着李燕丽啊一起去吃饭 果然的啊 刘玉奎一见到李燕丽 哎呀这眼睛发指 欲无伦策的 信誓旦旦的说 一定会帮他找一个好工作的 啊 王春生看的眼里洗在心头 饭后的 刘玉奎留下王春生 好好的关心了一把李燕丽的过去 啊 王春生一看这事有捆 高兴的一路小跑回到工地找李燕丽 可谁知啊 李燕丽却告诉表哥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了 王春生一听 气得呀 鼻子都歪了 他开刀表妹说 妹啊 啊 你傻呀 刘厂长是什么身份的人 柱子又算个什么东西啊 他能给你吃香的喝辣的吗 我跟你这么说吧 你要是跟着刘玉奎 那咱家以后从此就有想不完的福了 虽说他年纪大了点 可是人家条件好啊 李燕丽对刘玉奎虽然不太满意 但是啊 他架不住表哥的极力撮合 于是啊 在王春生的劝说下 李燕丽终于答应啊 先相处一段时间 刘玉奎也是频频的向李燕丽 发动浪漫的爱情攻势 每天呢 送一朵玫瑰给李燕丽 两人约会时 刘玉奎也是出手大方 并且啊 总是兵兵有礼 不像是别的男人啊 见了美女那样大显殷勤 甚至动手动脚的 这一点也给李燕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这还不算呢 刘玉奎还不止一次的 对李燕丽讲起 自己在台湾的爷爷 想让他移民到美国 去继承巨额遗产 他还找出了一张破旧的照片 指着上面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说 哎 看 这就是爷爷 啊 单纯的李燕丽很快的就相信了 想到以后还可以移民享受荣华富贵 哎 他渐渐的把原来的男朋友忘得一干二净 就这样的 在一个花好月圆夜啊 酒足饭饱的时候 刘玉奎在王春生的默许之下 让李燕丽搀扶着自己回家 他到家以后 看着曲线玲珑的李燕丽 刘玉奎感到内心有股热流的春春欲动 色眼迷离的他一把抱住李燕丽 倒在了床上 哎呦 来吧 我的小心肝 可慌张的李燕丽他急力的挣扎着 小心肝啊 你早就是我的人了 哎呀 别躲了 哎 你还躲 哎 你想不想到少奶奶了 说完 这听呲啦一声 他一把便撕破了李燕丽的衣服 这处 大家懂的 当李燕丽哭哭啼啼的找到表哥时 连王春生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他反而劝慰李燕丽 妹儿啊 想开点吧 为了以后的好日子 这算啥呀 哎 你哥我还指望着他给我工程呢 圣人都说了 吃得苦中苦 放回忍上人呢 当王春生再次看到刘玉奎时 就理直气壮的提出要求了 刘长长 我那个拆迁工程还有戏没有啊 哎呦 我说舅老爷啊 他们都是什么关系了 这是跑不了 你放心 不过啊 你看啊 我一个人在家里 冷冷清清的 这家没个女人 他叫家吗 要不 你让燕丽搬过来住吧 好 刘玉奎一提到李燕丽 他就回味无穷了 王春生看到刘玉奎那浮色蜜蜜的样子 不由着牺牲不平了 不仅呢 在心里骂倒 妈的 真是烂蛤蜊吃到了天鹅肉 但王春生也在心里琢磨着啊 他认为啊 舍不得孩子 舍不得妹妹套不着四郎 况且啊 表妹已经跟他不清不白了 于是王春生同意 劝李燕丽过来和刘玉奎一起住 李燕丽虽然心里不太想搬过来 但是一想到自己 已经和刘玉奎有了夫妻之时 而且那远在台湾的爷爷 也确实很诱人之后 就同意了 哎呀 刘玉奎着实的高兴了好一阵子 什么事啊 都不让李燕丽去做 几乎是每天呢 都缠着他温存一把 这亲热之余 还不忘告诉李燕丽 啊 宝贝 太棒了 啊对了 你哥那事啊 我正在跟张老板谈着呢 你叫他先别着急啊 不过呢 张老板的口风很紧的 啊 你哥要是不意思意思的话 那这事儿恐怕连边都没有 王春生听说之后 赶忙托刘玉奎 请那个张老板出来吃个便饭 于是2005年7月12日 刘玉奎叫上自己养殖厂的同事 老张 充当张老板 自己带着李燕丽一行人来到一家高级餐厅 饱餐了一顿 随后又去一起唱歌 大家玩的都很尽兴 只是王春生 哎呀 他的心里疼啊 那花花流出去的钞票 不堪重负 但是王春生认为 这回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哎 可谁知道 半个多月过去了 还是没有什么消息 2005年8月9日 正当王春生琢磨着怎么进贡之时 表妹李燕丽就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呀 这天李燕丽去买菜时 正巧在菜市场碰到了张老板 嗯 李燕丽见到张老板手里提着一堆菜 便打圈召啊 哎呀张老板 您怎么还亲自买菜呢 嗯 哎呦 张老板一见是李燕丽 顿时满脸尴尬 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旁边一个中年妇女 她怒目原生 她不买菜 谁买菜 哟 你什么时候变成老板了呀 来来来 你跟我说说 这女人是怎么回事啊 你跟我说清楚 说着 她略带怀疑 和鄙视的眼睛 在李燕丽身上 毫不客气的来回巡视 我天哪 李燕丽一直觉得 自己好像是被扒光了衣服 站在中人面前 而张老板呢 一把拉住中年女人 快步的离去 老远还传来女人的叫骂声 李燕丽尴尬极了 听见了 旁边还有议论的 哎呀 那不是养殖场 养猪的老张吗 哎 你们说这个女人是怎么 叫她称老板的 该不是签下什么 风流寨了吧 咳咳咳 小点声啊 你看 人家听到了 听到这儿 李燕丽再也没脸待着了 扭头无脸 跑着去找表哥 王春生听完之后 大吃一惊 呦 难道 这刘玉奎一直都是在骗他的 他赶紧找来表哥 两人前前后后的仔细的回味了一遍之后 是越想越不对劲 决定啊 找刘玉奎问个清楚 这时 王春生提议 先到养殖场去打听打听 厂长到底是谁 那真呀 大家心里也有底儿 哎 早干嘛去了 于是 两人很快就得知 刘玉奎不过是养殖场的一个普通工人 并且了 由于表现不好 游手好闲 已经下岗了 哎呀 李燕丽得知真相之后 心头悔恨交加 咯噔 晕了过去 王春生和李燕丽气得活帽三丈 决定了 要狠狠的教训教训刘玉奎 两人叫来四个帮手 气势汹汹的来到刘玉奎的住处 哇 刘玉奎一看他们的架势 心里就凉了个半截 但他故作震惊的说 哎呦 大家怎么都来了啊 哎 走走走 哎 严厉啊 怎么还不倒水啊 哎呀 干站着干嘛呢 李燕丽一把冲了过去啊 威武的双手 在刘玉奎的脸上 身上到处的是乱抓乱打 嘴里歇斯底里的嚎叫着 你这个骗子 你骗得我好惨 我掐死你 哎 刘玉奎被李燕丽 突如其来的爆发给吓傻了 只能捂着头躲闪着 王春生也安纳不住啊 上前将他揍了一顿 当大家都慢慢平息下来时 李燕丽仍然是伤心的哭着 王春生见此的 对瘫痪在地上的刘玉奎说 你自己说吧 这件事是公了还是私了 公了 咱们就去派出所 我就告你强奸艳丽 私了的话 王哥 你说怎么办 哼 怎么办呢 绝对不能拼人这王八蛋 好 那这样 要私了的话 拿出五万来 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 连自己亲表妹都打进来了 你想清楚 而此时 刘玉奎躺在地上连连求饶 他自然不愿意公了了 太怕进监狱了 怕被别人指指点点 但是 刘玉奎根本就拿不出五万元钱来 他求王春生宽限他一些时间 他好去筹钱 可王春生阴阳怪 接着说 不行啊 今天我必须拿到钱 你不是有个富商爷爷吗 来来来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 让他给你拿钱来呀 我今天要是拿不到钱 别怪老子 我不客气 刘玉奎见状又爬到李彦丽的身边 哀求道 严厉啊 一夜复习百日 你 你替我求求情好不好 但是他 悲伤至极的李彦丽啊 不但没有搭理他 反而又是一口咬住了刘玉奎的手 疼得刘玉奎眼泪直滚 万般无奈 刘玉奎只好说自己没有钱 也没有什么功成在手 也没有什么台湾的爷爷 一切都是骗人的 王春生又冷笑一声说 你没有台湾爷爷 那你可是有老爹老娘啊 兄弟姐妹呢 一人有难 八方之远 更别说是一家人了 于是 王春生压着刘玉奎 带着李彦丽坐上车 到刘玉奎的父母所在的村子去 刘玉奎在路上借口方便 想要逃跑 结果还没跑出五步呢 又被给抓回来了 他只好死了心 带着他们去父母家里 到了刘家时 天色已经晚了 刘玉奎的母亲和姐姐在家里 刘老太已经很久 没有见过儿子了 开始还很高兴 等他看清楚儿子身上的伤势 和六个怒气充天的陌生人时 不由的是又惊又怕 当刘老太终于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 他两手这么一锤大腿 一屁股坐在地上 开始哭 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直哭的那是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而在这时的 刘玉奎的姐姐听说之后 赶紧跑了过来 一边扶起母亲 一边训斥着刘玉奎 你是怎么造孽的 咱们家这种人家 哪里拿出来五万块钱呢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自己闯了祸 还有连累家里人 你 你把我们刘家祖宗 八代的脸都给丢尽了 说着 他又转向王春生 大哥 求求你了 你就高抬跪手 放过我家玉奎吧 你也看到了 我家里没有什么钱呢 可王春生生气地说呀 你们有没有钱和我无关 今天老子就是来拿钱的 刘玉奎骗了我 欠了好几万的债呢 还有我妹 你们看看吧 多税令的妹子 难道让这个禽兽 白白糟蹋了不成吗 今天 没钱就拿命 我们马上报警 说他强奸了我表妹 不然的话 我们三个就住在你们家里 刘玉奎早就抬不起头来了 但是 一看悲伤的老母亲和姐姐 他不由得跪下求道 我那个 严厉 是我对不住你们 千错万错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那这样吧 你们再给我几点时间呢 我求求你们了 我给你们割头 还不行吗 我给你们割头 可此时的王春生啊 他早已经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他指着刘玉奎 对着他的母亲和姐姐说 你们看看 这算什么男人呢 老子说了 今天要是不把钱拿来 你刘玉奎就别想活到明天 此时啊 周围已经围了很多人了 围观的人 有看刘玉奎笑话的 还有同情李延丽的 就是没有人同情刘玉奎 谁也没有敢出来 帮刘家解围 可谁也没有注意到 刘玉奎 充满血丝的双眼里 闪过一丝绝望 他感到自己闻念俱灰 在父老乡亲面前 被几个外地人这么羞辱 这让好面子的刘玉奎 以后还怎么有脸见人呢 刘玉奎趴在地上 他突然的 发现墙脚放着一平地地位 心里有了主意 于是他站起身来 冷冷的对王春生和陈小用说 你们你们不要逼人太善 老子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大不了 老子今天就把命递给你们 说完 刘玉奎拿起墙脚的迪迪威 养不儿惯了下去 人们都惊呆了 眼睁睁的看着刘玉奎 把迪迪威都喝了下去 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紧接着刘老太也倒在地上 刘玉奎的姐姐尖叫着冲了过去 抱住刘玉奎 疯狂地摇晃着他的身体 炸锅了 人们立刻乱了起来 有叫救护车的 有报警的 乱作一团 王春生李燕丽也吓傻了 李燕丽正想过去看看 你回来 就被醒悟过来的王春生 一把给拽了过来 然后呢 六人趁着大乱之际 便偷偷地溜走了 但是发望恢恢 王春生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受骗反而进了监狱 同样的 刘玉奎也没有抢救过来 他呀则在黄泉路上 为自己的欺骗行为 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2005年10月30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春生 陈小勇 李燕丽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威胁方法 强行索取数额巨大的 公民合法财物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 敲诈勒索罪 依法应于惩处 可是三位被告人 着手实行犯罪后 由于犯罪分子 本人的意志以外的原因 而未得逞 属于犯罪未遂 依法可以重清 或者减轻处罚 最后 法院根据被告人 王春生 陈小勇 李燕丽 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 认罪态度 及危害后果等 对被告人 王春生 李燕丽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制规定 判处王春生 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 李燕丽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 十个月 啊 好了 本案终于结束